是不是問題就出來了 後來就被踢爆啦 我這個方法呢 所以你是用什麼 便宜的晚安凍膜 加自製的玫瑰紙面膜 敷15分鐘 對 這個方法呢 它就真的可以把你的均價 變成10塊錢以下 而且沒有剛才嘉莉姐講的那些問題 可以天天敷 可以天天敷 而且非常的平價 那首先呢我會用 這就是凍膜 這個凍膜 任何一個牌子 我覺得任何的牌子 所以教授你知道凍膜嗎 他不知道 我有聽過啦 那時候你知道那個凍膜 就是這樣子勾勾的啦 它不是一片的啦 對 那品牌當然很多啦 對 我們就像它這樣 然後就是敷在臉上 也是可以敷到天亮的 要叫晚安喔 對 晚安 對 晚安了 然後你就會找一款 其實我建議大家買到 買凍膜的時候 你可以先第一次 敷在自己的臉上試試看 它可能10分鐘之後 然後你把它洗掉 你會發現你這樣戳它 不好的凍膜會脫屑 就是好的呢 它其實就是會吸收了 所以可以這樣來選擇 好 然後凍膜之後呢 這個 通常我會用紙面膜 紙面膜這個成本呢 這一顆可能才一塊兩塊錢 這個面膜值 那你就去 市售這種一整排的 你就買這樣子紙面膜 然後一顆放下來 然後經過測試 是不是也有螢光劑的 對 有些它就是消費會標榜 無添加螢光劑 會寫得很清楚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買 我們也希望就是誠實標示 對 好 然後呢要用這個化妝水來泡開 但是我覺得化妝水又加了成本 又可能比較貴 對 我直接用水 那水呢 是用礦泉水加這個 玫瑰花瓣 那記得 對 你買回來的玫瑰花瓣 怎麼做呢 其實今天有農料料 要洗 我教大家 你就是整朵這樣摘下來 整朵摘下來 對 然後呢你就放在這個 有那個過篩的那種洗濕的 就像檀菜一樣 然後把它洗 多洗幾次把農藥洗掉 對 然後洗掉之後 你就找一個這個 比較漂亮的瓶子 瓶子 然後一片一片塞進去 對 塞進去之後 就可以加螢泉水就對了 對 礦泉水也可以 我覺得 可能擺開水裡面 有很多就是礦物質 對 等等的 可能我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用的是礦泉水 或者是蒸餾水 放在裡面呢 蓋起來 放到冰箱 有點像冷泡茶的概念 就是放在冰箱 但這樣聽起來 可能用純水更好 對 會更好 因為你如果用礦泉水 可能還是有一些礦物質嘛 對 自來水就不像講 有一些濾 濾的問題 對 好 然後隔夜出來呢 其實我這個是沒有泡太久 但是隔夜出來 你會發現你的花瓣已經 有味道嗎 我聞看好了 淡淡的玫瑰味道 有玫瑰味道 而且這個方法是超懶人 有的人說你要用電鍋蒸幹嘛的 一點點淡淡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它其實就會進去了 這個玫瑰化的成分 這個是自己做的 你在跟我們分數好了 好 然後你就用 這個就變 拿出來嘛 那就每天要冰在冰箱就對了 對 冰冰涼涼的把它泡 可是也建議要趕快用完 泡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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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你自製的嘛 所以不要省要多一點 要這樣擠出來 它會叉叉底 叉叉底的量 叉叉底 對 然後敷全臉嘛 你就要動膜 然後全臉 均勻的敷 要看不到毛細孔 就是先敷到臉 這個動膜先上去就對了 對 上去之後 然後再把你泡開來的這個紙面膜 蓋上去 就這麼簡單 你這個動膜會貴嗎 因為之前我們都會去買一些明星代言 就是希望敷起來跟它一樣 這個動膜其實 我幫你弄 就才599而已 真的喔 所以你剛剛有特別講的意思 就是比較中價位就對了 對 你可以先回來測試 看看它會不會脫屑 就這樣敷上去就很好 對 就敷上去 那它就是強迫的把你這個 動膜上面的成分 再把它壓進去 然後你就是每天這樣敷 就是試液對不對 然後裡面是有凍膜 凍膜第一層 然後再加上你的自製玫瑰水 然後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把你的這個裡面的凍膜 裡面的成分再往裡面壓 完全密封 就跟你敷面膜是一樣的道理 鎖住啦 鎖住 鎖水鎖水 然後這樣的方式大概5到10分鐘 也是5到10分鐘 你就可以卸掉了 卸掉 卸掉之後你會發現 比你敷單片的面膜效果還要好 你看 又濕 你看這樣兩隻手比較起來 就是又濕 你看這個 就比較水嫩水嫩的感覺 非常非常持久 它的有的時候你敷面膜敷完 可能剛拿下來會很漂亮很濕 10分鐘之後就乾掉 可是它可以那種續航力 保濕的續航力可以比較久 所以這個就會鎖在上去之後 就可以睡覺了 對 就可以睡覺了 對